中国大陆之前加折呢 倩姐都不断提醒 这个是出手很精准 现在T也是如此啊 那更别说 其实铜也是 被称为新石油的铜呢 中国大陆供应链 是全球又是独步全球的 所以呢英国能源公司就说 中国大陆铜的产量 尽管是世界产量是8% 但是呢 它的演练技术呢 占了全球75 西方想取代是不可行的 对所以 我们今天开始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稀缺 什么东西是不可复制 什么真正卡别人的脖子 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 在美国开始 对大陆出手的时候呢 它是夹着它工业制造 也就是工业革命1.0 2.0 3.0的那个前端优势 可以去阻止它的竞争对手呢 跟它在工业4.0的地方 相停抗礼啊 所以说你可以在一开头的时候 发现它的出手又准又狠 也一开头的确就是小院高强 可是后来逐渐就变成 大院铁木了 我们已经说 而当你开始产生了这种 相当的或相对的不信任的时候 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真的是一个可敬的对手的话 他一定要去想 他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式来处理 但相对的在稀土这个地方呢 替代的方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那么大陆在这个地方 也用了一系列的西方的游戏规则 比如说他在6月就今年6月的时候 他就公布了稀土管理条例 说10月1号的时候开始施行 那事实上是在去年 我们看到他在8月开始 管制夹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逐渐逐渐地在安全的这个部分呢 做了一些考量 到了12月的时候呢 甚至因为美国对台的军售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对于跟台湾事务相关的 的作为上面呢 他就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 技术目录里面把稀土纳入里面 所以他做的是两步的 是先把禁止出口跟禁止出口的目录呢 囊夸了一部分的稀土 然后今年呢就用一个更完整的 稀土管理条例 建立了它的法制化的基础 这就好像我们看美国嘛 美国就说有实体清单啊 各种的贸易的这种调查啊 都是从法制上面先建立了它的原则 那美国比大陆做的更多一点是 它还做长臂管辖 这个我们从孟晚舟就已经讲了很多 那前段日子在奥运你也看到 它连反禁药也要想办法做长臂管辖 所以在美国去做的这个 rule of 它叫做有规则的秩序的这个规则里面呢 事实上就代表了也就涵盖了 它的国家竞争优势以及安全考量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无论是 加者替这三者加上铜 加者替的铜其实是工业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石墨 石墨对都忘了 光是这几件事情呢 它都有一个至少我们在还没有去月球啊 土火星找到以前呢 在地球上已知的就是有稀缺性 跟不可复制跟不可替代性 所以有些晶片也许你这里卡握 我要换个方式做别的 可是这些基本原材料 或许它真的是有稀缺 所以你刚刚特别讲了晶片嘛 要讲那个升腾910C 大家都记得 反正其他有很多卡波子的东西都做了 可是在工业4.0里面 AI的部分呢是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美国很精准的说 回答你的晶片不能卖中国 所以从那个原来它要卖的H100也不能卖 所以回答说我做一个降级的一个晶片 无论是H20或者是B20都是降级的晶片 本来好像说高端的不能卖 中端的至少可以卖 有那个概念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大陆就快马加鞭的想办法 就是不要在这些地方 会受到放在引号里面的美国技术的限制 所有相关的美国技术我认为他们都要想办法 把它排除或者是至少它变成 其中之一有个并行的技术 就不会被它单方面的卡脖子 所以9107真的是很厉害啊 因为现在说10月你就可能会量产 而且就像很多很多过去在做鸿蒙的时候一样 它一开头呢它光是内部的客户就已经够大了 TikTok 百度 中国移动 那这些内部的客户呢 已经可以让它可以快速的去做第一阶段的量产 因为第一阶段一定特别贵嘛 它的良率一定特别差 可是你有内部的客户支持 所以你不用做那种华尔街的商业考量 你可以直接做 所谓的华尔街的商业考量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英特尔被骂得要死 18a到现在没有办法按照它的既定时程的 那种叫做华尔街的商业考量 可是大陆的在升腾9107的中间呢 TikTok 百度跟中国移动 给了它的兜底跟包底 给了它的这个底气 那这个底气呢在今年预计它可能是几万颗 到了明年呢就是30万颗 它就会大大的跳上去 还有更乐观估计说140万颗 对 140万 对它现在的预估呢是说到了2023年的时候 它的数字会20 不是不是2025年的时候 它的数字会大量的往上走 那么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它不但是量会很大 它连它的价格都会远远高于 在NVIDIA的无论是100或200 因为现在的9107是对标H200的 H200无论是在集成记忆容量平宽这个地方 比它的前一代已经提升80% 它的显存的平宽呢是提升40% 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最后的SPEC 所以你还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 可是它至少呢不会低于H100 那你要记得说 不会低于H100就很厉害 你要知道美国只让NVIDIA卖它H20 谁要你H20 至少大概就是100 那么它甚至是对标 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技术资料 是对标它的下一个阶段的H200 那还不得了 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你就看到它的换代中间 是一个跳跃式的成长 这个跳跃的成长能够支撑 中国大陆在工业4.0里面 尤其是AI部分的成长 和它现在的快速发展 也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就是靠着晶片来卡你脖子 我不要让你有3奈米 对不起人家用的是7奈米 仍旧用技术上去克服了 它其他的东西 硬件 对 它用技术来克服你对于 某一个小的地方的 小院高墙的限制 同时呢 它用了它的庞大市场的支撑 你看三家大的订单 7万科等等 它说光是那个就是20亿的美元 所以我现在做一件东西呢 我的可能的收入 已经可以看到有兜底的 这些情况它就会有一个 更快速的在市场上面的推动 那这个速度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我们从华为就可以看到 从鸿蒙开始看到 原来鸿蒙说的那个数字 大家说怎么可能 不可能 因为它把旧的转成新的 再加上新机 所以你真正的明白 作为一个领头羊的华为 它在整个工业4.0里面 它具有多么关键的地位 那也因此无论它的上中下游的协力厂商 未来的客户 它们虽然不是都是国家的 我放在银号里面 因为大陆常常被人家指责说 你是SM 就是国营企业 或者是国家的力量在帮助 虽然它们不是国家的 但它是确确实实有一个 再度放在银号里面的举国体制 这个举国体制就是一个认为 中国大陆必须要快速发展的爱国体制 对 这会不会也是帮助中国大陆 在繁荣100年很重要的一个举国体制呢 好 广告回来继续要来分析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